今天很感謝大家能過來 那今天呢 是我們在德國對合行動體財 在總統府前開的這個記者會 那我們在這邊要跟大家 就是更加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5月26號 我們有發起包圍立院 抗議現在的陷阱公投 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然後再來我們要跟我們的 馬總統也就是我們的 國民黨黨主席 我們要提出 對於目前核四公投的三大質疑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回覆 那我們都知道 就是在這個一個月前 4月26號 國民黨人在這個立法院裡面 強力動員 記住這個假急動員的令 在通過國民黨版的核四公投案 那在一個月之後 現在協商起買 我們可以知道 就5月26號接下來這一個禮拜 就是核四公投案要二讀 要表決的時刻 那有可能是5月28號 所以呢 我們就這些民間團體 我們在5月26號 禮拜天的下午 我們會發起一個群眾的集會 遊行的行動 那希望針對核四公投案 能夠提出我們民間的呼籲喔 那我們在這邊的呼籲呢 其實我們這個公投 目前現在國民黨版的核四公投案 是非常非常不滿的喔 從309我們都知道 廢核大遊行之後 有20萬人 北中南東有這麼多人上街頭 但是我們大家換來的 確實馬總統還是依然這麼的固執喔 還是要推現在他們所推的這個核四公投案 那我相信很多的媒體朋友跟很多的社會大眾都會認為說 核四公投聽起來不錯啊 好像是解決分離的方式 為什麼你們民間還要一直的反對 那我們這邊 我們要提出為什麼我們反對 現行核四公投的三大質疑喔 那我們覺得現行的核四公投呢 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 因為現行的核四公投的公投法是鳥籠公投 所以我們要提出三大質疑是 第一公投難道可以保證安全嗎 我們都知道行政院長 當院長承諾他必須要做核四安檢 然後呢通過安檢才進行公投 但是呢後來呢他們又食言而肥 現在又說安檢要不公平多公 我們覺得非常納悶喔 這個安檢難道是寫好的劇本嗎 為什麼他的時間呢 又可以延長又可以縮短的 我們認為呢人民跟政面台的安全是不容打折的 安檢也不可能會有期限 所以在安檢還沒有過關之前 接下來進行這個公投 我們認為這個公投會白忙一場 因為其實馬總統也說過安全才是第一 那如果公投不管結果如何 結果安檢沒有通過的話 那核四到底還要不要繼續勤建 這中間有非常大的問題喔 公投到底同意保證安全 我們希望馬總統跟我們說清楚喔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公投可以解決核廢料嗎 馬總統在最近的這個對外媒體發言裡面 一直認為我們大家只是針對核四的存廢 其實不只這麼簡單 我們是認為核能政策其實在台灣 它的發展我們是質疑的 即使這個核四公投通過的話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台灣目前沒有辦法解決的核廢料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問馬總統的是 他認為公投可以解決核廢嗎 再來第三個問題是我們要提出的是 現行的公投我們剛剛講說 他是現行一個鳥籠公投法下的問題 他不但他的門檻非常非常的高 要百分之五十以上 我們都知道2012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是百分之七十四點多 百分之五十其實是在不綁大選 然後民間團體又沒有資源之下 我們認為現在這樣子的一個一個鳥籠公投對我們民間的反核運動非常非常的獨立喔 所以其實現在公投我們認為反而是偷弄民主他並沒有真正尊重民意的 而我們都可以看到核四公投案 在國民黨內部其實也是有爭議的 有很多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他現在也認為如果要依偷民意的話 他也要反對核四 但是國民黨卻是用這個假集動員甚至寄出黨紀罰款 來遏止這些立委不要去為民喉舌 我們覺得這根本就是偷弄民主 所以如果國民黨現在這個核四公投 其實他是想要把續建合適的決策 算到民意的頭上 他講的人民決定並不是真正的人民決定喔 我們看到的是 國家政府經濟部員都會台電 他們有這麼龐大的資源 由上到下的洗腦師的宣傳 才進行這個公投 但民間反而運動 卻是一個不對等的 我們是一個弱勢的 所以我們認為現行的這個公投其實是有通通民主的嫌疑 所以我們要提出這個公投三問 那我們希望馬總統也就是國民黨的主席 他能夠回答他們所推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核四公投 是不是不能解決我們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而且我們也希望他能夠在我們5月26號之後 在這個立法院裡面的核四公投表決案的時候呢 能夠讓這些立委暢所欲言喔 不要再用這個刀壓的 這個假期動員要求下面的反而立委不准說話 我們覺得這就是操縱民主 這就是壓制民意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宣傳一下 做在我們526的活動的設計 那我們在這邊先請我們每個團體代表發言 對於現行公投案即將要通過的想法 那我們現在請原本教育基金會的副職組長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其實針對反而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還是應該要說什麼 在所有的一個 不管是自然界或是人為創造出來的東西裡面 有沒有所謂零機率這種事情 就是絕對不可能發生 事實上我們活著本來就有風險 不管是來自自然界或是人為的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有創造很多機制去把關 那我們這些反而人絕對不是害怕承擔風險 不是因為恐懼而不敢好好的活著 而是因為核氏或者是核能帶來的那個災害 到目前為止這麼多年了 從輸二到日本我們看不到人類有能力承擔 有能力解決 其實現在輔導的事情並不是過去的 在往後的這二十幾年內 如果那邊再有任何的天然災害或疏忽的話 其實那邊都還會有災難出現 而且不只影響日本也影響世界 那這種沒辦法解決的事情 我們不應該拿我們的生命安全 拿我們的安居家園來阻 這種事情有二十萬民眾院站出來 告訴我們的政府 我們今天我們的政府是有絕大的政治力量的 因為他們是多數的人 多數的黨 這個黨戰的多數 以他的政治承擔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而且在野黨也不反對的狀況下 他要耗費那麼多的人民的力量 甚至花八億的錢來辦一個公投 為什麼不拿這些錢來解決事情 為什麼要藐視民意 我們真的要求政府要有承擔 然後也請所有的民眾 因為我們 如果我們的代議政府 他是這麼的沒有誠意 沒有承擔的話 我們的生命不能交給他們決定 我們恐怕得要開始自己來行動 自己來寫信給自己的家人 呼籲你自己的家人 其實我就覺得我的小孩 該寫信給他的阿公阿嬤了 因為阿公阿嬤在南部 我們在北部 有一天如果我們得要逃難的時候 阿公阿嬤會接納我們 可是我們想要的家人 不是只有我們 還有包括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親朋好友 包括我們家的貓 我們不想要去面對那種得要遺棄他們 只顧自己逃命的日子 那是一輩子的痛苦 所以或許人民也該準備 如果這個政府真的不可信 那我們真的就靠人民的力量讓他知道 我們不要一個有核廢料 一個有核災能的一個風險的一個國家 而且要讓這個政黨知道說 如果你質疑這樣你要付出代價 我們謝謝原本教育基金會的故事欣賞 挺美喔 那的確的 我們感覺到現在的核四公投 違反責任政治的原則 我們感覺馬總統他並不是要人民來檢驗他 而是他要來檢驗民意 他要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這核你就要證明給我看 你們是不是真的那麼多人 我覺得其實這是馬總統對公民社會的宣戰 如果他決定要以公民社會為敵 要以人民的力量為敵的話 我們認為 就是廢核即使是新火點點 也將會了遠 我們希望馬總統不要輕忽我們人民的力量 那我們接下來請主部聯盟的秘書長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主部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的秘書長 黃嘉玲 我也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跟我們基金會還有許多的前輩一樣 我們不是什麼激進的反核環保團體 我們也沒有跟任何政黨有什麼樣子的聯繫串聯 或是政治意圖 我們只是一群 希望能夠在這塊美好的土地上面 好好把我們的孩子教養長大 讓他們平安健康 成為一個正直的好人 對社會能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現在 核四要繼續興建 逼著我們這些家長 我們這些父母親 必須要站出來為孩子們考慮 首先兩個不能解決的問題 一個就是到底它的安全性風險是何在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核四一旦啟動 它的核廢料到底要放在哪裡 這兩個問題到目前 我們都沒有獲得一個合理的 可以接受的 能夠被檢驗的結論 如果現在公投決定 核四要繼續興建 公投案確定要成案 我們做父母的 就成為把孩子的未來 放進不可預知風險的共犯 如果核四確定要興建 公投案會成案 我們核廢料的問題不能解決 我們就是把下一代我們的孩子 成為以靈為禍的幫兇 這是我們做父母的 希望交給孩子正確的價值觀的家長 所絕對不願意看到發生的事情 因此我們要在這裡呼籲 在安檢沒有通過之前 在核廢料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 我們千萬不能夠讓核四繼續的運轉 讓它開始運轉 讓這件事情成為我們孩子 未來一生的夢魘 我們謝謝主部聯盟的秘書長黃佳琳 我們接下來請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周東翰主任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地球公民的 地球公民台北辦公室的主任周東翰 其實剛剛的夥伴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我們其實在309的時候已經展現了 我們22萬的人民的民意已經上街頭了 而且到目前為止 第一次的民調其實都七成以上是反對核四興建的 我覺得這一點就無庸置疑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呼籲大家5月26號站出來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再次展現我們的民意 那第二點其實剛剛也有講到說 過去不管是馬英九總統 不管是江宜華院長 他其實都不斷的重申說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 但是我們事實上看來 那如果你是這樣講的話 你為什麼在核四呢 在全面的安全的檢查 還沒有通過之前 就急著要退出這一步的那個 就是獻解的公投 那我覺得這部分的那個齊心真的是可以啊 那第三點我覺得其實這一點也是 不管是我們政府 甚至是我們全民 更應該要努力的去想的是說 最近啊 國科會的一個所謂的能源國家型的一個科技計畫 它裡面其實就很清楚的講出來 全台灣每年啊 有五百萬輛的飲水機開引機 如果我們把這五百萬輛的開引機 它如果做節電做得好的話 它可以省下三分之一座核電機組的發電量 那三分之一座核電機組這代表什麼 這個例子很清楚的代表說 如果我們全民 我們政府以及我們全民很努力的 願意用節約用電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甚至可以把核電廠核四就不用蓋了 甚至如果我們政府真的認真的去做好產業的轉型 認真的去做好這些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這些節制的話呢 其實我們甚至連這些更高污染的這些火力電廠 我們都可以不用蓋了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核四它根本沒有這個必要性侵建 所以呢 5月26號為什麼要呼籲全民一起要站出來 因為我們就剛剛所講的核四的必要性 以及我們 對於政府這個誠信問題 以及我們其實我們 5月26號真的是要來展現出我們再一次的民意 OK 謝謝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呼籲 呼籲民眾5月26號能夠一起出來 為這個核四公党案表達我們 反對希望立即終結核四這樣的決心 同樣的這也是公民社會 我們認為是如果執政黨一定要推公党的話 這也是他跟公民社會圈戰的開始 所以5月26號我們會聚集這個309之後 北中南東各地的廢核聯盟代表 還有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的代表 我相信我們並不是害怕公投 如果公投的話大家一定都會站出來 但重點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執政黨 他竟然是對公民社會 他竟然不是釋出善意 他竟然是要覺得要跟我們開戰的 這點我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懸崖勒馬 今天永和立委能夠懸崖勒馬 能夠真正的體察民意 不然的話我相信接下來這個公投 絕對是台灣公民社會 非常非常風景欲勇的一戰 那我們接下來再請我們下一個代表 是人民火大行動聯盟代表顧義明 大家好 我現在有關公投的部分 大家都講得夠清楚了 那我們先喊個口號好了 陷阱公投 陷阱公投 工綁水資源 讓各式各樣的更破壞這個土地 以及使用大量的電力 去補償我們的工業用電 我覺得這樣的發展下去 我們當然未來會面對 面對一個停電的限電的危機 但是這個危機不是在於台灣缺電 而是在於台灣的我們集體的產業發展 出問題 三月底 三月底出來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 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從武港一通開始實施 那這些地方我們看到 它有一個大量的優惠免稅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它引進的 其實到現在 我們看到很多的財商回流 龜雲回流裡頭 大量的石化業 以及我們現在受到最好的保護的 高科技 高科技的電子產業 其實這都是高耗能的一個產業 那像這樣的一個國家發展的 經濟發展的一個步驟 我覺得台灣未來我們面對的 積極的限電危機 其實是來自於我們這個政府 跟資本家合夥 他們隨時廢不開 離不開的 其實就是我們這些人 所以我們當然是有政治企圖 我們當然是有政治主張 我們的政治主張就是 現在的政治有問題 它讓我們的一般的人民 搞不清楚政治長什麼樣子 我們一般的人民 我們在要求我們的一個 基本生活的時候 還要去政治化 覺得我們比較清潔 我們其實沒有跟任何的政黨 靠在一起 但是我們要說是 目前的兩大政黨都大有問題 那我覺得它跟我們宣戰 我們也看到在立法院 如果說在下個禮拜二 他們最終還是把這樣的一個公投案 送上去的時候 那我覺得民意就要面對說 我們跟政治到底要保持什麼樣的距離 還是說我們得更貼近一點 真的該踢掉就踢掉 那我們都可以看到 如果接下來在5月26號 接下來這個禮拜 如果核四公投案真的二毒通過的話 那我們台灣的公民社會 面臨的是一場 非常不平等的 也不均衡的 也不公平的一場 核四公投的大戰 但是我相信 在這核四公投大戰的情況裡面 我想自政黨政府它會後悔 它跟公民社會開戰 因為我們談的 已經不只是核四存費的問題 我們談的是 台灣這個小島上 百年政策的存費的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要不要 使用核四公投的政策 它在台灣整島上是百年萬年 甚至我們的能源政策 我們的電價政策 我們的經濟政策 這絕對是簽一把動全身 那如果自政黨他要提起他的責任 認為要交給人民決定的話 那這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真正的來人民決定 我們真正的就希望 我們公共議題能夠好好的討論 討論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能源政策 那我們也希望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更多的團體站出來 所以五月二十六號 下午兩點的時候 我們會在立法院旁 的擠南路上封路 下午兩點 我們會號召幾百名的群眾 在擠南路上躺下 我們會排出STOP 四個英文字 就是希望 現在不公平的核四公投能夠停止 希望核四能夠立即停建 那接下來 下午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就會有群眾 會帶著群眾包圍立法院 然後圍著立法院 這樣子 那在最後晚上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新火晚會 那這個新火晚會 它所象徵的就是 公民社會的新火點點 將會燎原 所以我們會 號召這個北中南中 之前三年有遊行的 各地的這個肺核的代表 然後還包含我們各行各領域 接下來他也要投入 這個反核行列的這些代表 一起來發言 一起來做下一階段 肺核大力量 集結的一個集結跟宣示 所以我們希望呢 大家能夠幫幫我們 多多宣傳五月二十六號的行動 讓我們五月二十六號在 立法官員旁邊再見 那最後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很小心 那我們喊口號就可以把手提起來 陷阱公投 陷阱公投 踐踏民主 立即停建 臺勢民意 陷阱公投 踐踏民主 立即停建 臺勢民意 好 那我們五月二十六號 立法院旁 肺核心火將會 聊員行動 那再次請大家一起參與 謝謝 謝謝大家